5月21号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,并发表题为《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》的重要讲话。 峰会结束后,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介绍了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。 马昭旭表示,全球健康峰会是在全球抗疫进程中召开的又一次重要峰会,也是今年全球卫生健康领域最高级别的多边峰会。 此时此刻,《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》的发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,习近平主席再次登上国际舞台,从为人类谋健康,为世界谋发展这样一个高度, 发表题为《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》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。 对于提振、多边主义,推动国际抗疫合作,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 马昭旭强调,面对持续超过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,国际社会急切期待更多合作。 大家都知道,新冠肺炎疫情延旦已经超过一年了,疫情起伏反复,病毒频繁的变异,应该说形势仍然非常的严峻。 那么国际社会急切期待着更多的信心,更多的希望,更多的合作。 马昭旭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,中国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。 马昭旭介绍,自2020年以来,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,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等十余厂多边峰会。 此次全球健康峰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的五项主张,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。 马昭旭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挑战,各国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而胜之,中国将同国际社会携手深化团结合作, 合力战胜疫情,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,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